次日中午 就在众人正要出发之际 武松却提出一个无理要求 他让管营每于一个酒店 就得请他吃上三碗酒 可据此到快火灵 足有十四五家酒馆 施恩担心他会喝酒务实 所以劝他还是不要喝得烂醉才好 我在那锦阳缸上 打那只老虎 也是在烂醉之时 我都不怕 你怕什么 见他执意如此 施恩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经小编粗略计算 一路上武松少说 也得喝了四五十碗白酒 就在即将抵达快火灵时 他早已喝得烂醉如泥 施恩担心他的安危 劝他明天再来 你敢小看我 就这样 武松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直奔前方的快火灵而去